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Hi 今天呢我要來拍一支又是新品Get Ready With Me 但是今天很想要很chill的,因為我現在就是一個想要很chill的心情來拍這支影片 我們今天有很多,就是大家應該有興趣的 觀眾敲碗最多的小鋼筆新色的試色 我也會在今天都試給你們 然後還有Olden's Eyes他們最新出的這個眼影的collection 然後我最近還有拿到Laura Mercier他們家的這個氣墊粉餅 然後這個氣墊粉餅好像之前討論度很高 然後我都沒有使用過 所以我就想說不然今天來使用一下 之後也會拍一支就是Cara Beauty的影片 應該是在這個之後還是之前 不知道應該有可能會之前 因為我想要趕快上Cara Beauty那一支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影片的部分吧 好的,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這邊有Maybelline他們的底妝家族又有升級 他們的反恐特務的就是粉底 然後跟他們的水光奇蹟粉底 但是因為水光奇蹟粉反恐特務我都使用過了 所以我今天沒有要來使用 今天的話我反而是要來用他們兩個的妝前乳 他們有反恐特務妝前乳跟水光奇蹟妝前乳 那我的話呢 我應該會想要把反恐特務的上在我的鼻子周圍 然後臉部的其他地方我要上就是水光奇蹟保濕妝前乳 來看一下它的包裝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綠色的,它是反恐特務的 它是這種白色的 然後這樣抹開以後就看得出來有一點點霧光 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那我的話就先把這個放在我鼻子附近這個地方 其實我的毛孔什麼東西之類啊 因為是乾肌的關係比較不會有那種凹洞的部分 所以填補類的這個妝前乳對我來講 我覺得用起來都會比較無感 所以這個的話心得看我就不是很準 我的話反而應該是比較適合這個水光奇蹟的妝前乳 好然後這一瓶呢是長這樣 它是這個粉紅色的 這幾出來也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的話我就來上全臉 我剛剛有點擔心耶 這綠色這個我打開的時候有點露出來 那我們來看看是否會保濕 感覺是蠻舒服的 但蠻黏,蠻悶的感覺 現在可能是因為我房間的冷氣其實沒有很涼 我就是開28度 就是大家都會說有開跟沒開一樣 所以就是我現在溫度就是有點常溫 但是又不是很熱 所以我這樣用起來會覺得有一點點悶悶的 但是不知道是因為就是真的是太熱了 但用起來就是會很黏 我會蠻期待我等一下粉底上在上面的感覺 那這是我們妝前乳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直接來進入Laura Mercier這顆 這顆我記得湯的評論對它評分蠻高的 所以我還蠻期待使用 ASMR OK 喔蠻深的但是 還OK 喔 喔 很簡單的就拍開了耶 喔 而且延展度很好啊 我按一下 就是這樣隨便拍一拍它就很快就暈開 但是我這邊有點紅紅的地方還是看得到 它不是那種一下就超級遮瑕 然後它的海綿後面它下面還有這一塊 這一塊是毛毛的 這一塊是一般的氣墊粉餅的粉撲 我不知道那個毛毛是要拿來幹嘛 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妝效很好 然後完全不會太深 是完全我覺得OK的顏色 只要它沒有暗沉 但是我覺得它的遮瑕度就是只能就是中間 我覺得在往上疊它還是一樣就是這樣比較薄一點 所以我們還需要遮瑕膏 遮瑕膏我還是要來用最近我最愛的Kavin Acquant的遮瑕膏 手稍微沾一點點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我當然要來使用Laura Mercier他們家的蜜粉 它蜜粉出了一個新的顏色 來他們的蜜粉的話就是他們寄了一個新的給我 上面是寫Sara愛冠軍蜜粉 我真的很愛他們家的蜜粉 他們家的蜜粉就是我的最愛 這個蜜粉真的很好用 那我自己還有一罐還沒用完的 我先用那罐好 好我要用這個Tag的這個刷具 然後用Laura Mercier的蜜粉 戳進去戳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要來用這個Laura他們家的這個蜜粉刷 我一開始說用的時候我覺得普普通通 但是其實真的很好用 就跟所有的蜜粉刷一樣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就是一直用它這支 對我來說 以我剛剛都已經有做好妝前保養 然後跟保濕妝前乳來說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偏感 如果加上它這個蜜粉跟它的氣墊粉餅來說 但是妝感整體來說是好看 但是遮瑕度真的不是很夠 我現在可以看到我的雀斑跟我的紅紅的地方都還是有 但我個人是覺得這一塊我是覺得真的還蠻好上妝 然後上上去當下的那個質感是還不錯 但是配Laura Mercier的蜜粉對我來說 現在的狀況好像是有一點點偏乾 但是它沒有說卡到什麼 就是很微微的卡在一些很細的乾品上面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來進入我們的Odin's Eye Odin's Eye他們這一次的collection裡面有超多的眼影盤 給大家看 它有很多這種小盤的長型的眼影盤 還有這個大盤的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支影片就是在講關於我的眼影盤的收藏的話 我有它這盤的前一盤 雖然前一盤它是真的偏比較大地 然後比較偏有點紫黃色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次就是綠啊藍啊橘啊 就是不可思議 然後裡面有亮片色 那個亮片色看起來有點恐怖 就是感覺會掉到眼睛裡 然後眼睛會很痛的樣子 我來刷一點色給你們看 這是它的亮片色 我們今天可以試試看它的亮片色 就是跟Huda Beauty那個不一樣 像我說的Huda Beauty那個是上到眼睛上 你可以感覺到它是不會刺刺不會粗粗的這樣子 我剛剛一個不小心就刷色刷太多 就是每個顏色都有興趣 這樣試一試以後品質有點不一耶 它這邊有一個超顯色的Baby Blue 然後可是旁邊這個藍色就是有點不是很顯色 然後它的橘色跟這個粉色也很顯色 芥末黃顏色也很顯色耶我天哪 好剛剛那個是眼影盤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有三個比較小的眼影盤 我也給你們看一下 我告訴你他們的這次寄來的眼影盤真的太多 我不知道要怎麼介紹你知道嗎 這邊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順序喔 它叫做Alva 2 Mini 然後我看它有沒有色號 我看一下他們有沒有美盤的名字順序是怎樣 好我不管我就不管了 他們設計真的很就是很鮮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個人物角色的感覺 然後他們每一盤都長得非常很相似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們講哪盤是哪盤 所以我就說這盤是藍 這盤是綠的 這盤是藍綠 那我第一盤就先來介紹它的綠色這盤好了 綠色這盤呢是長這樣 然後中間有這個雙色的這個顏色 然後有兩個霧面色兩個亮片色 這個雙色的顯色度很厲害 這是綠色這盤的顏色 這個顯色度都很好欸 都還蠻一致的都不錯 好下一盤是藍色的部分 還是我要叫它紫色 紫藍色它裡面是紫色的配色 我們先一樣先來摸中間的 我怎麼覺得他們的迷你眼影盤 比他們大盤眼影盤還要好用欸 我等一下搞不好會使用迷你眼影盤 欸這個顏色好漂亮喔 這個是藍紫色的這盤 那最後我們來進入藍綠色那盤 基本上他們的配色就是藍紫跟綠 這一盤就是我剛剛說是藍綠色 但其實它好像是藍色 好這一盤是Ocean 這顏色也很美 但是它就是很藍 我覺得我應該會使用sky那盤 也就是紫色配色那盤 紫色配色那盤我覺得很美 然後最後呢他們還有一個打亮盤 打亮盤呢 來給你們看一下是長這樣 它就是叫highlighter palette 來看一下它這個打亮盤的部分 這個顯色度 我也有傻眼 天啊我們今天的妝到底是要走什麼風格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但最上面這個亮到不行的顏色 姐姐我很有興趣 雖然我現在看到我的粉紅色頭髮 我都覺得 嗯粉紅色頭髮其實搭我那個紫色妝應該是ok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剛剛那盤 叫做sky的就是眼盤 也就是這盤 然後它的這個大眼盤呢 就是因為它長得太五花八門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使用 所以我今天大眼盤的部分 我也就先不用了 那我就先來進入這個顏色 它叫做cloud 把這個顏色當成中間過度色 我現在眼睛上沒有上任何的眼影打底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 不行的話我再上眼影打底 喔很顯色 嗯好顯色喔 我畫兩盤好了 反正有那麼多眼盤 我就一隻眼睛畫一個顏色 transition shade 把它畫得很寬 很出去 然後我再來用一個 就是 暈染刷 把剛剛那個顏色再暈出去 顏色真的很顯色 我喜歡 而且很好暈 有沒有 你看這樣就直接運出一個很漂亮的眼妝漸層 那我想要帶下來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我想要進入這個紫色的部分 我想說這隻眼睛就讓它就是紫色好了 然後 這個是紫色的金屬色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就把紫色變成整個眼皮上的顏色好了 剛剛原本的那個顏色我沾這個暈染色 把它暈出去 我來進入這個深的咖啡色 還是要稍微把它歪開一下 好然後 來看能不能加深 可以加深有沒有 很漂亮 那接下來的話我想要用手指去上中間這個顏色 就是把它上在我們眼皮正中間 到裡面的位置 就是從這邊開始 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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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粉最多的就是那個 深咖啡色 我再用一隻小隻的刷子 來上中間這個有點銀色的 先跟你們說 我剛剛 換了電池以後 忘了按 play 就是忘了按錄影 所以 你們現在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眼 眼睛已經畫成這樣 但是就是 我也沒有很喜歡 所以 你們也不太需要看過程 算是有過程的 只是我沒有錄到 OK 過去的事情已經回不來了 那然後呢 其實這個綠色很美 但是這個藍色呢 它是很大的亮片 我這樣畫上去以後 它就是閃閃的都是亮片 所以它的掉粉的情況 蠻嚴重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邊我覺得還蠻美 然後我又把這邊延伸出來一點點 因為我把這邊 不小心畫得太出去 所以我的眼睛就是 一邊是用sky 一邊是用forest 好 那我的畫 現在先去把 我的隱形眼鏡 睫毛 跟眼線 什麼東西畫完 我再回來 OK 我到相機下面 把我的腮紅修容 然後還有我的睫毛 眼線 什麼東西都弄完了 然後我才回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打亮 我們打亮的話 就是今天也是 Oldens Eye他們的這個打亮 然後我的話 我剛剛就說我想用那個 最亮的那個打亮 一顆這邊上最亮的 然後另外一邊這邊上藍色的 那我先來上藍色的 因為藍色比較好洗掉 可是不是藍色的耶 就是一個銀色的一條光 沒有很藍 說實在 好 接下來我要來用這邊這個很亮 很亮的顏色 WOW 畫一個C字型看看 忽然間這邊好弱喔 這邊整個 OH YES 我果然還是喜歡這種高閃 高閃閃在鼻子上 就是有這種 嗯 玻璃感 欸 但是有那個線嗎 好像沒有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有點灰灰的 就是某個角度看 這樣子就有點灰灰的 OK 這邊這個打亮其實還是很美 但是我以為它會是藍色 它只是銀色 然後這邊真的是超美 它們的打亮盤 讚 它的上一盤我記得我也很喜歡 OK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是我們的 小鋼筆系列 OK 那麼小鋼筆系列呢 我先來上它們的水光小鋼筆 水光小鋼筆的話呢 它其實 只有一個新的顏色 然後就是 其他 其他三隻是舊的 那我就試 那個新的顏色就好 因為其他舊的我都已經有試色過 我現在要來試它們的 129號 這個是它們新的顏色 感覺很像一般的成高而已的感覺 129 我總覺得我自己最喜歡的應該還是302號色 302號色很美 129也很美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偏紅色 不然就是它要薄上 不要上那麼多 好 暈出去一點就比較好看了 就是 有一個厚唇感 這個是129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進入他們的 就是小鋼筆 這個霧面款的新色 然後有人跟我說 130是已經之前出過的顏色 我也今天就不是 好 那我先進來 147號 這顏色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好 這支筆 好美 好美 接下來是148 148這個顏色看起來比較深 哦 哦 150 150這顏色怎麼跟 147也很像 我剛剛 有點覺得龜大腔 來看看 上嘴巴上 哦 顏色是蠻像 但是它這個是比較偏粉 剛剛那個比較偏橘 這比較珊瑚色的感覺 最後這一支是151 這看起來是 爛番茄色嗎 好像就是 我用手把它推開好了 那我不是 不是爛番茄 嗯 這顏色好漂亮哦 如果你沒有把它上到 就是全飽滿的話 我相信全飽滿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紅唇 但是我覺得 沒有完全飽滿 很好看 好的那就是我們 全部小鋼筆試色的部分 那我這邊的話 還有NARS 但是 NARS他們這次寄給我的東西 也不是新品 就是他們的 舊的東西 重新寄給我 試色在手上 給你們看好了 這邊有三個東西 我自己會留下來 是兩個唇筆 這兩個唇筆的色號呢 一個做Do Me Baby 來給大家看Do Me Baby長什麼樣子 喔這顏色超漂亮欸 把它塗開一點給大家看 而且好滑順 再來還有一支是 Take Me Home 也太美了吧 哈囉 不行我上一下好了 我先來上 Take Me Home 這個是Take Me Home 它的名字都會有點青色 Do Me Baby Take Me Home 這個是好美 喔這顏色好美喔 然後 好最後一個顏色 這個是 這個是Do Me Baby 這個還是好看 可是氣色就沒有那麼好 就是豆沙色的那種感覺 我比較喜歡剛剛的Take Me Home 我剛剛 乍看顏色的時候 我以為我會比較喜歡這一支 但是這一支是偏蠻紫色的 雖然跟我的頭髮還算 蠻搭的 我的頭髮 就是 很粉色 所以其實它跟我頭髮 我覺得是搭的 然後最後 他們還有一支這個 Orgasm的 唇蜜 那這支唇蜜呢 我知道它很久以前 就已經有出過 因為這支唇蜜我使用過 呃我自己 用起來是覺得它是無色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上在我剛剛這支 唇膏上面 嗯 這樣我覺得我年紀看起來好大喔 雖然這唇膏的這個 combo是蠻美的 但我覺得年紀看起來有點大 我覺得我最後的唇膏想要換一支 換一下剛剛的 147號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粉底 有越來越服貼的那種 狀況欸 就是我一開始以為 OK它要越來越乾囉 但沒有欸 原本已經有卡 就是有一點點小卡乾皮 就是我其實有一些傷口 它也沒有越來越乾 反而是越來越服貼 這是什麼神秘的 就跟之前直春秀那一樣 可是它是原本服貼圖 就沒有到很差 就是沒有到超級無敵服貼 但是現在我覺得變得超級無敵服貼 打亮真的很漂亮 然後眼影盤的話 大家自己就是看那個顏色 就是自己做決定 會覺得 眼影盤 紫色這盤很漂亮 但是綠色這盤 也是顏色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它的顏色的那個排版 我有一點 不是很清楚 像我說的綠色這邊 它沒有那種很深色的部分 可以讓我放在就是 眼外角的地方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是 這邊比較重 這邊比較輕這樣子 小鋼筆不用我說欸 它們顏色都非常的漂亮 每個顏色都很美 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有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有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追蹤我的頻道 然後按下小鈴鐺 然後不要忘了 我還有instagram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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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